马哈西禅法 马哈西法你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这个冻中禅 你都坚持不了 马哈西我估计你也不会坚持 能坚持太久的 这个禅法有很多 马哈西还有帕奥 帕奥的直观 还有什么血无敏 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好多禅法 关键是个决心 你如果没有这个决心的话 什么禅法 一百种禅法都没用 每一个禅法都不是说 这个禅法要学一年 那个禅法学十年 这个禅法学三天就能学成了 不存在的事情 基本上你选一个你喜欢的禅法 然后都是要花五六年七八年 甚至一辈子修的 甚至一辈子修也不应修得成 除非你要把这个禅修真正的深刻的认为 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 我人生的意义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你走路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要禅修 你小便的时候在想着 你切菜的时候在想着 你做公交的时候在想着要禅修 你洗菜的时候想着要禅修 你在外面跟人家闲聊天 一停下来马上想到要禅修 没有这样的精神和决心 那我劝你算了吧 到时候在禅修上面花的时间 你还不如让自己四处生活稍微过得好一点 我后来我是这么多的惨法 我也了解了很多 我当时我是一心投入在里面 后来我又了解了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 其实科学对这个生命的解释 现在也怎么说 也是摸出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了 这个DNA DNA它是一个构建这个生命体的 一个构建的一个信息 就是造了一个方法 造出来的这个生命体 它是要符合这个生物学的里面的 竞争和进化的原则的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最有利于生存的这个生命体 它才会一点一点的进化 那么能出现了这个思想想法和意识 和感知觉知 能的这些感觉和想法 只不过是生命体的一个附带属性 就好像你能感觉到能 感觉到乐是一样的 你能感觉到想法 你能看见东西 你能够去想 有愤怒有喜悦 这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附带 或者说这是DNA的一个附带 那么这个附带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附带就是说 假设山上有块大石头滚下来 你是一个有眼睛 有思考 有想法的人 你看到大石头滚下来 你就会躲开 那你就能够活下来 如果你有眼睛 但不会思考 你看到大石头滚下来 还是在那不动 那你就被大石头撞死了 因此 人的想法 思考的 这个目的是 是为了让这个生命体 能够更好的存活下来 好 下面再讲这个单细胞 和复合之后产生的涌现 科学学上叫涌现 Emergence 它这个就是说 人类的脑细胞 说那个小蚂蚁 小蚂蚁里面 蚂蚁窝里面几百个 几千个几万个蚂蚁 它就可以从一个简单的 很傻很傻 超级傻的一个小蚂蚁 小蚂蚁是几乎没有大脑的 但它却能够涌现出团队合作 涌现出一种智慧 涌现出寻找到食物 以及寻找到一个最短的路径 这就是一种涌现 那人的这个大脑里面 有千亿个脑细胞 神经元 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 还有成千上万 大概有千亿种连接 那么在这么一个复杂系统下 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下面 它就会呈现出一种涌现 涌现 就是这个 它就涌现出了一种 像我们这个觉知啊 意识啊 思考啊 情绪啊 害怕啊 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神秘的啊 小老鼠它也有害怕 也有情绪 也有喜欢 它吃 它喝了糖水之后 它也会喜欢 下一次 能够选择糖水 它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 那怎么再回到说这个惨法 惨法 那惨法就是通过不断的重复 去重新重塑你的大脑的这个脑细胞的一种活动 一种状态 一种模式 在正常模式下面 能接受到了外界的信息 是会产生恐惧 害怕 逃避 比如说大石头 你看到大石头来了 看到一只老虎了 你要赶快产生恐惧 去逃跑 多巴胺什么什么脑细胞里面那种 要分泌 分泌一些激素 让你的肌肉赶紧可以跑 跑得很快很快很快 对吧 那么这些恐惧 是必须的 对生命来讲 你是必须要有恐惧的 你没有这恐惧来了 你看到老虎来了 你还傻乎乎的站在那里 那你绝对是要被净化所淘汰的 那么我们这个禅修 它就是要让你 禅修没有了恐惧 心无所惧 看到老虎来了 我一点都不害怕 对吧 这从净化上讲 是违反净化规则的 但是从感受上讲 人的它就没有了那些个恐惧啊 害怕这些坏的情绪的影响 心理的这些心理它就没有了 甚至它可以通过禅修的锻炼 来重构 重构整个脑细胞的大脑的一个回路 让大脑可以在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从空 从没有 什么都不需要 外界不需要什么 我就能自己产生快乐 也就是说 禅修了之后 它可以凭空的产生快乐 凭空的 让大脑的多巴胺进行分泌 我们知道大脑多巴胺分泌的话 一般外界刺激 比如说你吃糖吃甜的 很好吃的好吃的东西 你大脑会分泌这些什么多巴胺啊 还有那个什么叫 鸦片样的什么物质啊 就是还产生高潮啊 就好像性高潮啊 这是很快乐的这种感受 性高潮这种很快乐的感受 它也是大脑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 当你可以凭空产生快乐的时候 你还会去愿意去努力吗 你还会去愿意去发愤图强吗 你还会去愿意背英语单词吗 你还会去准备 晚上复习到两点钟 准备考研究生吗 不会了 你什么都不会干了 你就只会享受那份快乐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是很快乐了 但是从进化上讲 你能不能够更有力的在这个社会生存 你的子弹 你的DNA能不能在更多的子女上传递下去 那这个就会降低 因为比如说你在赚钱方面努力少了 你这个在赚钱方面的努力变少了 因为你不想考研究生了 也不想被英语单词了 不想痛苦了 那么你赚到的钱就少了 你赚到的钱少了 那你产生子女的可能性也就变少 而且就算你已经有子女了 你子女获得更加好的教育 更加好的生活条件等等等等 也都变得少了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利于你的这个基因 更加多的繁衍下去的 前面说了这个大脑的思维和意识 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这个辅助工具是为了能够让这个身体存活 身体存活是为了能够让这个DNA 能够持续延续下去 因为DNA延续下去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层次性的问题 你有DNA但是你感觉不到DNA 这是一个层次 因为你的感知是这个脑细胞 牵一个脑细胞 在里面所进行的一个大脑回路所产生的 所以你是感知不到这个DNA的 但是你的这个DNA 它是控制了你的身体产生这样的一个身体结构 是最有利于生存的一个身体结构 然后产生这么一个大脑 产生这样一个大脑的目的 也是因为这样的大脑有思维的 有思维的这个大脑是最能够活下去的 人类在历史上是有好多种的 我们现在我们叫智能 其实还有其他人 尼安德特人 什么北京猿人 还有好多好多种人 但是其他的人种全都灭绝了 只有这个人类留下来 还有这个人类的这个大脑 它里面的血流速度 大脑容量跟其它的这些种类 磅系比起来它是更加有优越性的 它的大脑容量更大 然后它大脑需要的这个血液和营养也更多 那么这就这样进化达到了一个突破之后 人类的这样的大脑 它就有能力去思考 去能够编造故事 去能够理解故事 所谓编造故事 就包括一些宗教里面的很多故事 包括各种各样的宗教 它人类就会去幻想出神啊上帝啊这些东西 人类这个编造故事 理解故事的这个能力 主要目的 它是为了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能够解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比如说它能够解释清楚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对面的山那边的那个村子 他们是敌人 这里面就有好几个概念 村子是一个概念 敌人是一个概念 他们要来抢我们的粮食 抢又是一个动作 这都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一个幻想思维 所以我们要趁早的团结起来 准备好武器 要防守好 来抵御他们的攻击 这个整个这些故事都是有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虚构的概念和想象的概念在里面 这些虚构的概念和想象的概念 这个大猩猩它是理解不了的 其他的能种也不一定能理解得了 只有我们这个智能才能理解得了 因为智能它的脑容量 它的大脑的这个细胞 以及活动的这个能力 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就突破了 然后就实现了一种涌现 就能够编造故事 能够产生想象力 能够产生想象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产生想象力了之后 它就能够更好地团结他们这个部族 因为能与人的 人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那一百个村子里一百个人团结起来 去做一件大事 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围猎 去围住一头那个猛马像 这些好多人一起去干 那么有这个想象能力的人 他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一个计划 他们就可以有计划 计划也是一种想象 我们明天早上到什么地方 去把那个猛马像 你们十个人在左边 十个人在右边 十个人在后边 我们去用什么东西去赶这个像 把它赶到什么地方 另外的人从上面推大石头下来 把这个大象给砸死 这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计划 这些策略都是需要大脑活动的 也就是说都是需要大脑的 也就是说人的这个意识产生 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好的适应环境生存下去 然后这个建立了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回路 但是这个禅修呢 禅修他就是把这个回路重新给连接了 他不要这样连接 他这样他按照是一种 按照一种能够得到最大的心理快乐的方式 把这个大脑给重新连接了 重新连接了之后你说通过所谓的觉知 觉知让这个大脑不去再注意 把注意力放在外面的世界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然后让大脑可以重新连接到一种状态 可以凭空地产生快乐 好那么讲了这个既然这个禅修 它有可能就是一种对大脑的运行规则的一种重新连接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通过禅修这种方法 那如果将来科技发达了 是不是有可能不通过禅修 直接你去通过一些的手术啊 或者直接在物理形态上把你的大脑神经元重新连接 能不能够达到类似禅修的效果呢 能够达到类似禅修的体验呢 这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为之前是有人他这个大脑受损啊 或者大脑受伤啊 或者一部分大脑的功能关闭啊 这样的人呢 他体验到了一些超然的感觉 超然的感觉 感觉到自己在宇宙中无所不在啊 非常的还感受到仁慈啊 感受到爱啊 感受到宇宙无边无际的 像那个什么犯我啊 什么叫什么大犯的存在啊 能够感受到一些很超自然的一种存在 那这个就是在大脑功能异常的时候 它能体现到的 或者说在大脑的神经元的连接 在非正常的时候 在另外一种连接方式的情况下体现到的 那这个单细胞 一个细胞它的功能有限 一个单细胞它很难在一个单细胞里面实现 听觉、视觉、运动、寻找食物 这个这么多功能它很难在一个细胞里面实现 所以多细胞它就有生存的优势 比如说10个单细胞和一个由10个单细胞组成的一个 有10个细胞的一个多细胞的生物 这个多细胞的生物它的生存的这个能力可能就更大 因为它有多个细胞 比如说一部分细胞负责运动 一部分细胞负责感受外面的这个光线 一部分细胞负责这个去抓食物什么什么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多细胞它就更有利于生存 所以然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多细胞然后再到长出手、脚、眼睛、耳朵 这样的器官这样分文别类 这样它这个生存的优势就越来越多 所以就是由单细胞到多细胞到人 这个一点点聚合起来 它是为了更有利的让这个DNA能够延续下去 能够传下去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这个意识、思维、心理活动 本来就仅仅只是一个DNA所构造出的一个辅助属性 或者说是人这个身体为了适应环境 为了生存所带有的一个辅助的 这么一个附属的一个属性 然后这位朋友就说 汪兄学识渊博 禅修应该就是对大脑进行重塑 或者是刺激分闭多巴胺等化学物质 我网上认识个贤友 他去缅甸禅修两月 修马哈西禅法 好像挣到了生灭治 所以推荐我学 我还没想好 然后我就继续讲下去 我们就继续聊、继续听 那你可以跟着他去试一下 两个月嘛 或者说你就花三个月 就去试一下 三个月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 也没有什么损失 也就损失两三个月的这个时间 也可以试一下 我也修了很长时间 我是没有修成什么 所以我还是转到研究科学吧 科学的东西至少我感觉比较踏实一点 一时一、二时二 现在科学一点一点一点的在进步 对人的大脑、意识、细胞、DNA 这些一点一点的在了解的更多 也可以帮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 这也是一个方向 殊途同归嘛 大家都目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汪兄是这样的 这个去两三个月也不是一般人能去得了的 哪个单位会给你请那场时间的假呢 我前段时间在晚上认识一个学冬中禅的 他呢是在泰国的一个孔敬府 一个龙坡田 龙坡田那个创办的寺庙出家的 他跟我分享了他的这个修学经历 他说他大概是十年前接触到这个冬中禅的 然后又是有一年的时间 有半年都在寺庙打禅期 他打禅期那是什么 龙坡通也去了什么之类的学 然后学了半年也没有什么进展 后来他一咬牙 就到那个泰国去出家去了 住在那个泰国的森林道场 然后呢就是 又恋两年 还是什么进展都没有 你想干了三年什么进展都没有 后来过了三年三年以后 他说找到感觉了 有进步了 但是他去里震到什么 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然后我最近在看一些马哈西他们写的一些主作 包括后来和泰国人的禅师聊天 也发现这个冬中禅 我觉得他的设置是有问题的 因为按照这个内观的原理 就是由刹那钉 或者叫刹那钉 由刹那钉引发的那个内观制 你必须把这个刹那钉培养出来才行 但是现在看冬中禅 它那个设计原理 眼睁着 眼睁着 而且它那个手在那晃 不停的晃 首先它这个缠法设置原理 它产生的这个刹那钉就很弱 而且它的这个行蝉轻型 它实在有一步式行蝉 就是跟那个我们平时走都差不多 一步式行蝉 那你练过你肯定知道 但马哈西他们禅法 他们有三步式行蝉 就是脚提起 然后往前推进 然后落下 然后他让你观察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配奖出来的定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综合来说东东禅禅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它是错的 就是它培养出来这个定力太弱太慢了 必须得长期的 像他们这样住在什么森林道场里面 或者就这么成年累月的 按年都能按一年为单位 这么干下去练下去 能找到感觉 就是这样的 普遍认为它没有马哈西缠法 培养刹那钉 就是培养内观制 培养的速度快 我也问泰国的禅师了 我说就空膛禅师 他的一秒一个动作对不对 他说肯定是错的 你一秒一个动作速度太快了 他练差不多 像我们初学者是绝对不适合练的 后来我看龙波田说的 有一个原话讲的也是 要你慢慢的放松的去做这个动作 我看马哈西的缠法 马哈西也讲的 讲缠修的人 也就像病人一样 走路很慢 什么都慢 因为只有慢 速度慢才能产生这种畅达定 所以空膛禅师的一秒一动 一秒一个动作 按他们的手法来说也是不对的 但是马哈西缠法 我看他们有两个网 就是休学过我 联系的问的 基本上也是认可的 必须得到那地方去练 每天练个16个小时 他们的残酷中心是每天练16个小时 所以这样高强度密集的训练 他才能够产生这种内观 像你在家没事的 比如说在家你仅仅在家练 练个六七个小时 周末的时候生死了 平时你还练了这么长时间的 像这种这样钻木取火练 只有这么长期的钻钻钻 它慢慢热才能冒烟 像你平时在家练个 每天练个几小时 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意义不是很大 但确实也不太适合一般人 那一般人你要拿这么多时间去 不上班不工作 干嘛的去跑去练这个东西 它是只能说适合那种 只能说适合那种 不差钱 没压力 有时间的那种人 或者已经实验财富自由的那种人去练 去到缅甸那边去耗个一两年 拼个一两年的练 看能不能挣个什么出国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 至少像我这样的是不太适合的 那个洞中禅那个禅是泰国的禅是他来讲的 讲着洞中禅开始的时候不讲专注 实际上是不太对的 因为你定力不够 你有没有学过止禅 有没有学过观禅 你再不讲专注 那个心跑得到处都是 所以为什么夭折的这么多 他说跟他同一批练的人 就是世界线练的人都不练了 就他一个坚决下来的 他所认识的人里面 他咋那么长时间的长期 他所认识的不少人 练中冬传的都不练了 什么都整不到 你要是说这个专注力的话 那你可以学那个缅甸帕奥惨法 帕奥惨法那边打坐的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你专注力 你能练这个指的这个定力 那还要更加专注 那你可以试这个 也许会更快 如果要练定力的话 但问题 我之前说 我是先接触了帕奥惨法 但是练定力也很难 你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每天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练定力 能够达到到出产的 也是寥寥无几 如果你可以试一下 打坐 直观 打坐 你看一动不动 你能够快速达到出产了 如果你有这个天赋 能够很快进出产 那你就走这条路也可以 各个禅法都说自己好了 怎么说呢 那我们外人怎么评价呢 我只能这样评价 说你这个禅法 一万个人里面有几个修成的 你这个禅法一万个人里面有几个修成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 东中禅 他的这个修成的人数 至少是根据这个隆伯田 这些书上的记载的话 这个修成的人数比例还是比较多的 跟其他惩罚比起来 还是比较多的 在短时间内 各有各的理论 先学的帕奥 人家也会 这个东中禅 也会批判这个帕奥 批判这个直观 直观这个射魔他 和这个批魄神 对吧 他这个射魔他定这个 他说这个佛陀都讲了 这个定没有什么用的 定修了再高也没用 还得要修观的 然后他这边 所以东中禅他说 我从头就开始 一开始就开始修观 一开始直接就露手批判神 怎么不对呢 不是更好吗 当然也许这个 也许适合不同根基的人了 如果你的心偏向于修定的 修定比较快 那你就走修定这条路 问题是你修了定之后 你还要回头 修定修完了 你还得要重新再修观 修观才是正道 这个就是说 才是这个批魄神 才是能够有证悟的 这么一个方法 定可以说是像在磨宝剑 这磨剑 你现在把这个宝剑给磨封离了 然后再用这个宝剑去杀敌 可以这样理解 你那个朋友我觉得 也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运气绝对是好的 能够在这个十年之内 他可能你说前面说 他花了三年 他后来又花了几年 不管怎么说 十年之内能够挣到一点东西的 能够有所收获的 那还不算太差 往往很多人是花了几十年 甚至一辈子 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人更多更多 只不过这样的人 因为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也不会到处去宣扬 我什么都没有正常 我一事无成 他不会到处去宣扬 我一事无成 对吧 惨法有很多 我前面讲过了 各个都说自己好 帕奥啊 雪无敏啊 还有那个德加尼亚 还有那个龙波帕末啊 各个都说自己的是最好的方法 你可以把每个方法都深入的去研究一遍 你可以把每一个常法都深入的去研究一遍 你可以先在理论上把他们深入的研究一遍 哪怕你再来驱使也可以啊 但问题是你假设你也花了十年 你也花了十年最后挣到好像是有点感觉了 那是好像挣到点什么东西了 那然后呢 然后你现在假设你现在三十岁四十岁 花了十年变成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了 然后再活个几十年 照样跟凡人一样也死掉了 你也许就是说你挣到了那个之后 可能你让你人生的最后那么十几年 可以比较快乐 因为它这个可以解脱嘛 让你这个思维不再素薄于 人世间俗世中的这些情绪所造成的痛苦 那然后又如何呢 又如何呢 你就算能够挣到了 让你后半辈子不那么痛苦 活得比较开心 那意义也仅限于此 我只能说 对不对 你并不能证明 还有来势呀 你怎么去证明还有来势呢 对吧 很多事情 比如你说这个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牛顿能够把它证明出来 对吧 它的速度加速度是多少 这个物质 物质乘以速度 什么乘以等于什么运动做工的 它有一个一套公式能够列出来 那你说你这个轮回转世 这个业力 业力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却又无处不在 也能够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 但是你能够用个公式 用一个什么东西 把它给计算出来吗 我们这里就要分叛一个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叫经验主义 和一个实证主义 这个宗教的东西很多都是经验主义的 他说我体验到了上帝了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上帝跟我讲话了 我就认为上帝肯定存在 那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说 我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后 我看见观音菩萨了 观音菩萨跟我讲话了 所以我相信观音菩萨肯定存在 你也可以说 我在禅修的时候 我体验到了涅槃了 我相信涅槃存在 我相信佛陀说的 这都是属于经验 而不是实证 什么是实证 实证就是说 能像现在科学家说引力 引力还会产生引力波 哇塞这个东西 引力波这东西更悬之又悬了 鬼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人家科学家 能够用数学公式 用实验装置 通过做实验 我把你算出来 这个引力波 是从哪里波动过来的 它的波长怎么样 能够有一套东西 能够理论能证明 然后能够同行 通过相同的方法 也能够证明到引力波的存在 这处于实证 要实证 引力波这种东西 佛陀这么智慧 他几千年前 他也没有讲这些东西 佛陀当时能讲的这些东西 也是所谓的 只是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这种结我可以说 比如说佛陀说过 人世间 一共有世间有四种光 日光 月光 火光和智慧之光 那我现在说 其实不止这四种光 还有更多的光 你都没讲 日光 月光 太阳光 属于太阳是发生的光 月光是反射的光 火光那是火产生的光 智慧之光是在禅修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集中思维 集中注意力产生的 那种光 这其实还有萤火虫的光 还有什么LED的光 还有很多什么聚光 那其实光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电磁波 那么还有一种不可见光 红外光 对吧 你佛陀你要概括的话 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概括进去 那说明那只是一个经验 这抽象 把当时2000年前能够看到的东西 把它总结一下 一二三四二它就看到四样 它就说四样 所以说这个禅法 这些修行这个东西 都属于其个人的经验和体验 所以说它在世间的传播 没有像现代科学传播这么迅门 因为它是属于个人的经验体验的 你说你走这条路 我证到证到 但是你不能把它 让这个就好像 我证明了这个地形引力的存在 我证明了这个宇宙的什么运动的加速度 什么规则 我写出一套东西 那另外一个科学家按照我的方法 同样也能得到相同的证明 那么不行啊 这个个人的这种实证经验主义 经验的这种东西 它没有办法让其他人去证明 它只能自己感觉到感觉 最后还是两个字感觉 因为佛陀讲的这些 或者说宗教讲的这些东西 它都基于一个 就是说意识可以不依靠物质基础而存在 也就是说意识可以脱离人类的大脑而存在 那比如说它说这有个鬼 有个地狱众生 树上面还有诸的树神 天上的还有什么天见的神仙 这些东西这些神仙 它没有人类的大脑 它不需要人类的脑细胞 不需要神经元 它就能存在 它就能思考 就能讲话 但是你能证明吗 对吧 你这个东西要证明的 既然这个科 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世界观 我们讲到世界观的问题 佛法里面讲的这些世界观 世界观里面这么多的存在 你有哪一样是可以被证明的 有哪一样只要一样好了 所以说我们说 为什么佛法现在这个情况这么复杂 就是我之前我在视频里面讲过的 就是说 起初佛陀讲的这个法 是可以让人 因为在两千多年前 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脱离痛苦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方法了 这么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按照我的方法去修行 让你能够大脑的思维结构重构 重构了之后让你这个痛苦感受感受的很少 甚至一点痛苦都感受不到 它只是这么一个实用主义的一个方法 然后就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它就像一个小石头 一个河 这是一个河 这个河从雪山的山顶上往下开始滚 滚的时候慢慢的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然后在这个河的周围 很多的理论都围绕着它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了 什么叶啊 因果啊 什么轮回啊 然后再往下滚往下滚 然后再是什么六道啊 一道二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 我视频里面讲过 一开始不是六道轮回的 一开始是一道 好 然后变两道 然后变三道 这都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然后这个雪球再往下滚 然后再滚到后面就有了什么 就有什么天界啊 色界天 梵界天 三色三天 鬼啊 地狱啊 众生啊 然后再往下滚 再往下滚就有了什么 就有了菩萨吧 观音菩萨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 还什么地藏菩萨 一大堆 然后就再往下 这个雪球再往下滚 然后就有了什么 传到西藏 再跟西藏的东西融合起来 就有了什么西藏的那些 什么金刚啊 什么什么什么 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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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敲开这个雪球 你要看到这个雪球里面 最根本的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多 它的核其实很小 很简单 后面东西是越来越滚越多 越滚越多 越滚越多 慢慢围绕着这个核心 一点一点附加上去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真中有假 假中有真 就是这种原因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东西 很多人对它的看法不一样 有人觉得这是真理 有人觉得这是虚假 这是迷信 还有人觉得一部分真 一部分假 其实大家用更高一点的眼光 去看这个事情 我认为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核心是很小的 外面的东西 一点点附加上去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核心的这东西 是可以被证明的 一个人在禅修的时候 在打坐的时候 把大脑接上电击 可以证明到 它的大脑的变化 在给它做核磁共振扫描的时候 发现它大脑的这个多巴胺分泌的区域 和普通人确实不一样 它这个在禅修的时候 它可以进入到一种非常快乐的状态 而且这种多巴胺分泌的量 是常人在进行吃好吃的 或者进行性高潮 比这个性高潮这些产生的多巴胺 它还要多几十倍 几百倍上千倍 所以说它们能够体验到 这个禅修的这种快乐 极乐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那是因为它的多巴胺的分泌量 是非常大 大了几百倍几千倍 那么你是通过毒品这种方法 产生了多巴胺 它是有副作用的 然后通过禅修产生的这种方法 它是通过内部 自己直接重新构造了 大脑的这个脑细胞神经元 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的 这也是为什么禅修 要花费几年几十年 这个原因所在 因为你要让你自己的大脑的 脑细胞的神经元 结果进行重构 这是最花费时间的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是很难快速的禅修得到体验 得到什么证 这是大多数人 百分之9.999999的人都是做不到的 那只有那少数人能够快速做到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可能本来天生 或者因为基因或者某种原因 它天生的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它容易被重构 容易易于重构 或者说在禅修里面你可以看到 有些像女性 年轻女性 小孩 她在禅修的时候 她得了禅定 得了禅定 则得到体验 比那些成年人要快 那些成年人脑子里装满东西的人 装满了逻辑思维的人 她要禅修 得到这些体验是非常慢的 那是因为成年人 那是因为成年人的大脑 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 牢固的 经过这个逻辑训练的 一个固有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只要去改变它 那是要花更多倍的时间 相反 小孩子或者年轻女性 她的思维比较简单 或者说比较单纯 人很单纯 很简单 很单纯很简单的人 她禅修就很快 这为什么呀 因为她的大脑本来就简单 所以你要对你的大脑 进行重构 进行神经元 进行重新连接 那就也相对的比较容易呀 就是这些道理 所以这话又讲回来了 就算你通过十年努力 或者说就算你现在 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甚至是一个年轻女性 我就是一个单纯的人 我又是一个思维简单的人 我就要通过禅修得到快乐 可以吗 可以呀 那你仅仅也只是得到了 那个快乐而已呀 第一 这个得到的快乐 并不有利于 你的这个DNA的进化和遗传 也并不有利于 你这个个体能够在这个DNA 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延续下去 因为禅修的人 往往都抛弃了其他的欲望 所以都是出家了 也不会成家 也不会有孩子 所以这种DNA是要被进化所淘汰的呀 就算说那我就为了个人快乐 我就为了几十年的快乐 可以吧 可以呀 那你也就是得到了几十年的快乐而已呀 那你死了之后呢 你的寿命不会比别人长啊 你因为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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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其他人一样的 该生病还是生病啊 该死还是死了 死了之后呢 你说死了之后 你就能够到天界去了吗 你能够到天界吗 你真的相信那个核以外的 包的那个天界 属于那个雪球的 雪球 我前面讲过 那属于雪球的那个范围啊 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呀 你能够证明吗 不能证明啊 科学家能够让人类到火星上去 到什么什么很远很远的 太阳系以外的地方去 他人家是首先通过观测 观测 反复的观测 能够证明到了火星存在 火星在哪个位置 火星的大小 火星的质量 火星的运行轨迹 我知道火星的运行周期 我在某一个时间点 火星会在某一个位置出现 所以我发射这个宇宙飞船 飞到那个点 我就能够登陆火星 那你说你说这个天界存在 天界这个梵天 或者什么色界天 我死了之后要到那个天上去 但是你都没有去证明那个天存在 那个天在那个位置 它的大小 它的物质形 它是什么原理存在在那里的 它是以四维空间 还是五维空间存在在那里呢 还是以按物质按能量的方式 存在在那里呢 你至少要证明到那个地方存在了之后 然后你再出发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不是都存在 还是问题 你就说我要去出发那个地方 你凭什么 你就凭着你在禅修中的 这些个快乐的体验吗 那个什么什么帕奥禅法 我晚上看了好几个讲 他那个说是有问题的 就是什么以什么观想为那个 讲的是修到 有的是修了几个月 修到浑身放光 眼前放光 但是依然没有进入禅定 讲那个禅法是有问题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至于那个定 我以前不就是安排念吗 就是关呼吸 就是关那个呼吸 在那个鼻子人中复位的进出 我以前练过半个月的 练过半个月吧 也不知道练到什么进步 反正就是感觉就是 坐上个一两个小时 感觉就像过了几分钟一样 这是唯一的感受 然后呢就是 但是呢 可能我这人心格比较敏感吧 就是老觉得这个 就是练完练的时候 当没什么 就是练完之后 平时一常生活中 老觉得这个 像鼻子人中 就是那个嘴唇人中的附近 不是聊关呼吸 老是从这地方进出吗 老觉得这地方有种异物感 所以再加上又知道 这个练成定 据说讲练成的成功率是2% 我不知道这数字 怎么统计出来的 也就是成功率很低的意思 所以想想看 也不太适合在家人练 所以就放弃了 这个能有2%的成功率 已经很好了 已经非常棒了 2%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其他的方法 可能万分之二都不一定有 鼻子人中这里有异物感 那是因为你可能意愿太重了 用力太重了 放轻松一点 放轻松一点 轻松的去感知 轻松的去感知 不要太用力 当然了 你如果有个师傅在边上指导你 那就更好了 你如果你做了几小时 感觉就像几分钟 这是一个好现象 这是一个好现象 非常好的现象 这是好现象 当然了 我不是禅师 我只是根据我 以前因为我也搞过这个 跑这个直观 关呼吸 既然这样子看起来 你还是纠结于这个惨法 那可以 那你就按照你的这个状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把你认为好的 你认为那个马哈西采法好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 对他的负面评价 你认为帕奥的不好 因为可能偶然的机会里面 你看到了对他的负面评价 OK 那我建议你还是去多一点的了解 这各种各样的惨法 了解得越多越好 不要限制自己 各种惨法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五六种惨法 你一个一个都去了解一下 都去学习一下 都去看一下 有没有负面的批评意见 我认识一个跟你情况差不多的 一个小伙子 先是学这个洞中惨 学洞中惨 但是他一心觉得 哎呀 马哈西好 马哈西好 所以那个洞中惨 我们跟他 我跟他在寺院里 会在交流 当时他就说马哈西好 后来大概东中惨这边结束了之后 他就去北京学那个马哈西了 学了一两个月还这么的 后来听说他马哈西大概也不学了 所以这个很多事情 你深入学习马哈西 再实践马哈西三个月半年之后 你可能想法又会改变 又觉得马哈西太难学了 没问题你做视频做完了发达公众号 那我能看到我来看看 这也是个素材吗 一个很好的素材 这个有的时候 他有缘人能看到 说不定就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这样的 我上次看一个台湾 台湾一个硕士 写的一个硕士论文 就是他追踪了 追踪了他们就是 练很多马哈西禅法的一些人 然后只有一个 一个出家的和尚 他是用大概四年的时间 跟在缅甸 跟了什么叫班提达海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现在好像已经过世的一个 老尊者 跟着他当小餐 然后跟他身边就是当侍者 然后去学 大概用四年的时间 练完了石流观治 就是他做的一个 就是追踪访问里面 唯一一个修完石流观治的人 这个修完石流观治 是不是理论上就 按照南川普教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就理论上 就应该成到出国了 我也不太懂 好像是这样 其他的就是练马哈西禅法的 就是他追踪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名色 就是最基本的是震倒了 但是往后 就是据说是越往后越难震 观治是越高级别的观治越难震 很多是震撑证就练来练就放弃了 他那个论文写在是比较详细的 而且只有台湾那样的 那样的氛围是可以写 像大陆这样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写这种 带有这种宗教信仰上面的这个论文呢 那还有一个论文来研究 那这也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详细的去阅读 去学习一下 查这个论文 十六关治 对 是的 差不多应该就是要 就出国了 但是 但是这是往后面的境界 十六关治 像我们这种 一个关都没过的人 去谈后面的境界 就不太好谈 没法谈 最好是要能够有论文证明 轮回的存在 过去是 未来是轮回投胎的存在 这才是最重要的 必须要证明轮回存在 否则 所有的禅修 你这个出国二国 什么国 没有轮回的存在 这些国都失去意义了 对不对 这是根本中的 根本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也只有建立在对 释迦摩尼的信心的记住上 你说我们北传佛教 很多东西 确实 你考证考证不出来 说是他讲的 讲什么大神非佛说 但是像南传佛教 包括像思念处 大念处经 阿含尼 这些东西 这可以是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无论是佛教界 还是学术界 都认可是实际上国家讲的 所以这东西 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 确实立了轮回 现在 以现在的科学方法 有考证不出来 所以也只有建立在 对他的心境上 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只有这一点 否则的话 就是真的 目前来自没有办法考证 按照佛教他们的说法 你练那个禅定 练到四禅 然后在四禅的记者上 修在神通 什么天眼通 学完之后 你就能看到 他们的这个东西 你讲的科学界 可能认为这是精神病 幻听幻视 他又怎么会认可这东西呢 所以这玩意也讲不好 如果你要是把阿含尼写的那些东西 包括世尊 拥有的各种神通力 天眼通天眼通通这些东西 你给一个现在学医学的人看 你不你不讲他的石家墨尼 你就讲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这个医生百分百会确定 这个人有精神病 肯定是不符合正常人的这种感官的这东西 但石家墨尼一般人不好讲的 因为他毕竟是宗教领袖嘛 对吧 如果这样的话 你跟基督教没什么差别了 信我者得永生 你信就行了吗 你没有信心你什么也都别说 我记得那个中国社科院有个学者 很有名的学者写的本书 叫做佛陀和他的原始佛教 你有兴趣呢 可以在网上搜能看到 在微信上搜也能看到 他上面写的就是 讲石墨在成道的时候 出现的那种感觉 看到什么什么 他就讲的这是幻觉 说就是幻觉 就算比如说收到四层以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天界 那么一样呢 你现在我们大多数人 也看不到什么子女星系啊 天狼星系啊 黑洞啊 我们也看不到 也只有少数人 基于上少数天文学家能够看到 但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可以互相印证啊 可以写成文档啊 你修成四层 修到四层以上的人 假设有100个人 你把你们看到的东西都写出来 然后互相印证啊 然后印证到这个天界 在多少米以上 大小是多少 你们可以越来越 就好像地球上 只有100个天文学家 能够看到黑洞 但是他们可以互相印证 把这个黑洞的理论 越来越丰富啊 你如果只有100个禅修到四层以上的人 能够看到天界 那你们这100个人也可以把你们看到的天界 这描述都写下来 然后互相印证 看你们每个人看到的天界是不是一样 你看到了天界的房子 它的房子是什么结构的 是什么顶的 是只有几根柱子 然后这个多少米长 多少米宽 多少高 这个亭子的房子边上是有几层 这些东西都可以互相印证啊 你们都可以写下来啊 有吗 没有 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到的真相 也可以变成知识啊 人类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够看到DNA的存在 我也看不到DNA存在 但是能够通过人家分析研究的人 可能世界上当时世界上可能也就有那么 屈指科数的可能十个不到科学家 能够分析到DNA的存在 一句话能够观测到这个黑洞的可能也就十个不到的科学家 那么你们这个修到四餐以上的人那么多 修到四餐以上的人应该好多了 你们应该要互相印证了 把你们的东西互相写下来 你们看到的天界 是不是每个人看到都一样 还是有的人能看到 有的人没看到 就像通过一个望远镜一样的 望远镜去看遥远的信息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南传佛教有个绝因尊者 显问很著名的书叫做《心理道论》 里面有各种升腾力的修行方法 天眼通我印象里好像在四餐的系统上要练的 不是说正脑四餐就有了 四餐就有了 我也不论清楚 大家看过一遍 再说了 正要正要正脑四餐了 估计也就没有这个心思去什么 去做科学实验了 他就沉迷在自己的这种传球世界里面去了 怎么可能去搞什么学术实验呢 去写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叫做陈斌 四川大学的博导 应该也70岁了 他就说到什么 我看他讲的禅定的境界 要正到四餐了 就是一个月吃几顿饭就行了 也不怕冷也不怕热 跟时间差不多那种感觉 这个决因尊者写这个清静道论的 包括还有写那个阿比达摩的那些 这个在有些佛教圈子 有些人对这个东西还是有争议的 认为他写的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就像我前面讲的嘛 他这个就大脑可以自己产生快乐了 跟外界没有关系了 那他就失去了任何努力的动力了 对吧 他要不需要什么作为了 自己就能产生快乐 那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一种 没有副作用的毒品一样的 我们不要被古人所写的那些东西给框住啊 不要认为古人写的东西就很伟大 很了不起 他们那个时候的科学知识 可能还不如我们一个小学生多啊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地球落太阳转可能 对吧 我们要有认为我们是能够超越他们的 我们不要被他们所局限 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知识面所了解的东西 比他们那些写那个清新道论的人知道的更多 我们知道他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啊 现在有了解科学技术处的人还会随便去写 出类似清新道论的东西啊 因为他在缺少一个科学根据的时候 他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心里的体验 写出一大堆的东西 完全依据自己的体验 可以写出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 这体验只是体验啊 你要回到现实上来 再比如说夜生设法 心生设法 就是说心理活动可以产生物质 对不对 或者说改变物质 夜生设法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夜 这个夜它可以产生某种物质 OK 那我把这个物质放在那个玻璃器皿里面 放在显微镜下面 你现在用个心生设法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产生物质的 它是先产生了原子呢 还是先产生了这个原子核 还是先产生了电子 还是先产生了夸克 或者说它是直接就产生了一个分子呢 它是那个心生设法 是怎么个生法的呢 生的速度是多少呢 每秒钟能产生多少个呢 它这个一整套的这个理论 用来唬住那些2000年前的那些人 绰绰有余 可以完全把它们给唬住了 但是要把现代人给唬住 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套东西要唬住现代人 只有不会独立思考的人 可能会被它唬住 自己真正有一点思想的人 有点质疑和分析精神的人 都不会那么容易被唬住的 毕竟时代在进步 2000多年前的东西 参考一下就行 我们要相信 我们现在要比2000多年前的人 更伟大 更接近真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